好 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2-2的範例11 這個範例11它也是重複排列的問題 那你觀念要再稍微看一下 所謂的重複排列就是說 它每一種選擇可重複 選了蘋果 那第二次還可以選蘋果 叫重複排列 排列就是有順序 我們接下來下一章會講組合 組合是沒有順序的 好 我們看範例11 投骰子 第一個投公正的骰子投4次 那我們知道投骰子是不是 每一次有6種選擇對不對 那4次的點數 因為它每一次 第一次6跟第二次6不一樣 所以我們還是有順序 所以出現的點數有幾種 那就是6乘6乘6乘6啊 對不對 OK 好 那就是6的四次方 好 所以第一小題結束 6的四次方 第二小題呢 他說4次出現點數都相異 那都相異就是說 第一次好比說出現6 第二次就不能出現6 那這樣子好不好 我還是依序 這個先怎麼樣 先怎麼樣 排出點數對不對 排出 不然就是 你點數都相異 不然這樣好 因為我們還沒有交組合嘛 不然我們這樣看好不好 好 第一次呢有6種選擇 6 5 4 3 2 1 有6種選擇 他選了第一 那第二次只剩5種選擇 好 第三次只剩4種選擇 因為都相異嘛 第四次呢只剩3種選擇 所以6乘5乘4乘3 這樣OK嗎 好 再來第三小題 4次中出現A B C D 假如要滿足這個 好 要等於0 這個什麼意思 這個等於0的意思就是 可能第一個括號可能等於0 第二個括號可能等於0 或第三個括號等於0 所以就是說 有可能A 怎麼樣 等於什麼 B 對不對 那有可能什麼 B 等於 C 有可能什麼 C 等於D 但是 搞不好其中A等於B 那這樣 這個為0 那其他不管 那有可能這個為0 這個為0 那其他 不管 你懂我意思嗎 有可能其他 這三個都為0 那這樣有點難討論耶 那你要不要乾脆就是 所以的A等於B B等於C C等於D 就是說 有可能是這個篩子有沒有 兩兩剛好一樣 有可能是 兩個一樣 或者是 A等於B就兩個一樣嘛 那如果A等於B B等於C 那就是三個一樣嘛 那如果A等於B B等於C C等於D 那就是四個一樣嘛 所以那你就乾脆用全部的方法去扣掉 全部不一樣的 那剩下的就是 可能有兩個一樣 或者三個一樣 或者四個一樣 不然你要這樣子慢慢討論 有點疲累 那你就是把第一小題全部的方法 六的四次方 扣掉第二個小題都相異 六五四三相乘 那這樣不就答案了嗎 這樣懂意思嗎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 詳解 你看全部方法扣掉什麼 都相異 那就是有可能第一個 前兩個一樣 或一二次一樣 或者是一二三次一樣 或者是等等 反正就是有一樣的地方就對了 這樣了解有意思嗎 好 那這就是範例十一哦 好 准备